一般成年男性每日铁质摄取量10毫克 女性15毫克 植物性的铁属于非血基纸铁 亦受到植物纤维、草酸等干扰 不容易吸收利用 吸收率仅3%至8% 因此建议 素食者比荤食者需要摄取更多的铁质 菠菜、红线菜、羽衣甘蓝、地瓜叶等蔬菜 铁质都很丰富 另外像黑芝麻、坚果、海带等也都是富含铁的食物 研究发现 若每餐增加75毫克维生素C 与富含铁质食物一起吃 可让非血基纸铁的吸收率上升3-4倍 因此除了要摄取足够铁质外 维生素C含量高的水果也不可少 才能增加铁质利用率 优质蛋白质、叶酸、B群等营养素 都与造血功能息息相关 所以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质 如大豆制品、鹰嘴豆、坚果、燕麦等 茶和咖啡中的丹宁酸、咖啡因、草酸及植酸 会与铁结合成为不容易溶解的铁质而影响吸收 建议饭后两小时之后再喝咖啡、茶等含咖啡因的饮料为佳 维生素B12负责参与人体神经传导功能及红血球制造 偏偏维生素B12是主要存在于动物性蛋白质的维生素 纯素者可以补充氯藻或素食B群来获得 钙跟铁在体内会互相竞争吸收 因此高钙食物和富含铁的食物最好间隔食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